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是个安慰剂 但是真正产生效果是运动 你如何能够诱发他去运动的这个动力 跟驱使他会愿意持之以合 接下来持之以合我们就会讨论到 剂量化的这个过程中 除了让他有这个开始 愿意吞下这颗运动药盘 接下来呢 多久做一次 每一次持续的时间多久 再来每一次的强度到多大 老师谁来决定 这个人要入25公斤还是50公斤 还是100公斤 给他超到爆 以前的做法就是超到爆 超到不行隔一天再来看 会不会痠痛 那这个很多我们在 比较能够量化的东西上面呢 回到我们刚刚那个例子 走路走三个小时 他到底对他的生理结构 产生什么变化 那如果完全没变化 他就是都一样的东西 我们回到一个最核心概念 做运动 做训练 一定要产生生理的需求 也就是身体会觉得 外面是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必须要有个feedback 去repair 去修复自己 所以我们怎么决定 这个人应该用多大的激励 去刺激他真正有一个压力 测骨质密度 是年龄性别 这些参数之后 会换算出一个骨折临界点 叫做fracture的threshold 当我们临界到骨折的临界点 基本上就是极大或是极痛的状态 只要能够接近到骨折临界值的10% 有点像是你去拗那个骨头 拗跨满的时候 里面的细胞会说 现在下一次发生什么事 我们会把这个sensor input到我们的骨髓里面去 让我们的干细胞 免疫细胞 出来巡回 这也就是为什么 有些肌肉棒子 他受伤的时候 不是那一块肌肉修复快 其他地方也会好 是因为他给他的这些训练之后 他整体修复能力 再加上他的什么 营养 会想要做健身 都希望把鸡肉保留住 所以他的蛋白质比较够 比较不像说 我们在做运动处方的时候 有些老人 就想说 我们养生一点 吃什么 白菜 馒头 清淡一点 豆腐乳这种 通常这一种状态 几乎往碳水走 那越吃越脂肪肝 越运动越脂肪肝 这个其实不是运动没效 是因为你吃错 所以我们在运动处方的时候 第三个重点 第一个一开始要让他有乐趣 第二个里面激量化清楚 第三个就是 一定要让他把营养注意 这三个合在一起 才有可能让我们的处方 产生很强大的效果 第二个 字幕组 感谢观看